当播NBA篮球快信 星期四早早NBA好戏不断 其中一场焦点对决是托方者主场迎战热火 戒时直播将会为大家送上本场比赛现场直播实放 新冠疫情近期席卷联盟 加上赛情紧密带来伤病等问题的影响 令到很多球队都遭受前所未有的用人方 托方者和热火同样难逃其咎 在缺乏人手导致实力受挫的情况下 两队这次对女可以说难分高下 由某种程度上讲 上场托方者和英队狭路相逢有种 同病相连的味道 佳因两队上季都杀入了季后赛 而目前为止大家都被排除在季后赛大门之外 前景相当惨淡 但是即使是这样 两队也没有丝毫留情的打算 全场战霸比分高得客人 最终托方者主场死女逃生136比131赢了比赛 歌场之后 托方者艰难地结束了之前一波四连败 而因伤缺阵的利拿特 这场继续缺阵 无疑成为了胜利背后最失忆的人 代替他正选出战技 史蒙斯大放二彩 21投13种 3分波16投9中 斩获43分和7次助攻 同时队内洛文保围 拿斯尼列图和纽基齐齐交出二十几得分 球队整体进攻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 至去年季后赛输给金筷后 利拿特的心态就起了微妙的变化 多次向管理曾施压提出引援要求 甚至还多次布出申请交易离队的传闻 目前托方者的战绩为14胜22负 可以明显看到今下做出换税操作 令赛鸟主税给纳斯执掌教编系错误的 不只是这样 就连当初打住改善防守旗号的目标 现在都没实现 反而跌至联盟到数水准 小小开心的是 托方者如今迎来利好赛情 未来四场比赛全部都在主场作战 全队避免奔波奴类带来的各种问题 都可以以更加全神贯注的精力备战比赛 阵容方面 还有后卫麦高林等人 因伤病同触发健康与安全协议缺阵 同连续主场作战的托方者不同 热火由进入2022年开始就开启一波六年客之旅 前五个客场都是面对西岸队伍 直到最后一战先返回东岸同英队 展开东南区内战 新年首战兴取火战之后 热火逐渐面临巨大压力 面对帝王一战 尖美不拿错失绝平抛头 而上场对阵勇士 他再次扭伤右脚提前退出了比赛 根据徐队记者最新报道说 尖美不拿遭遇的是右脚划轻微扭伤 预计他将在本周末或下周初先可以復出 这样一例 这场对阵托方者 尖美不拿 艾迪拜约同罗利组成的三巨头将变成罗利孤身奋战 不过虽说球队近期遭遇两连拜打击 但三年级生泰来欺怒的发挥值得继续期待 这位新星每年都进步 赛季至今在主税需要的时候 在正选同后被来回变动 但是即使是敢依旧交出20.4分 五个蓝板同四次助攻 三分命中率为38.8% 今场他将同罗利组成后场双声 另外由于队内遭遇用人方慎重 投队近期防守质量相比之前差了很多 连续四场单场失分至少达到110分 这次同托方者对壤 防守或者成为主宰比赛走势的一个关键因素 阵容方面 还有后卫奥拉迪普同前锋马杰夫摩里士等多人 因相同触发健康与安全协议决阵 想看精彩的NBA赛事 就看M直播啦!